而她是因為認識伏法改變了生活 印尼慈濟志工溫瑞瑞 年輕的時候愛玩喜歡夜生活 2015年受政之後 不只是改掉這些習慣 承擔組內幹部任務 也帶動孩子在家做環保 帶著女兒在家做回收 並告訴她 做環保會對地球帶來什麼好處 這是慈濟志工溫瑞瑞 每天不可少的親子時光 她認為身教很重要 我們在家中 我們可以在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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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在家中 我們可以在家中 他們已經比較快 去搬搬搬搬搬搬 43歲的她 其實早在2002年 還住在明蘭時就已認識慈濟 但總是徘徊在慈濟大家庭的門外 我以前很久 所以生活很長 最好 一定是在夜晚 還會變成年輕 但會變成年輕 也一定會變成年輕 也一定會變成年輕 可能會變成年輕 也許會變成年輕 也許會變成年輕 她不仅改掉之前的习气 也勇于承担干部的任务 成为更好的自己 是她这几年在慈祭 心菩萨道的收获 期待这股善的影响力 也能慢慢扩散到社区 带动更多人一起加入爱的队伍 大爱新闻 蔡立文 杰菲尔 拉登 印尼报道